這個靜宜怎麼看原知的說法 還有信心 然後呢 這個許小新 這個原知認為說 許小新的支持者 其實還是很鐵嘛 是嗎 那這個 許小新想要這個 說 其實這個是支持者 提供給他的資料 然後是支持者 跟他報的料 所以他不是在 轉移焦點的意思 真的不是在轉移焦點嗎 那你怎麼看 那包括了 現在黃國昌也出來 幫這個許小新在家 包括什麼 講這個王毅川有沒有涉嫌 這個監控人民 然後這個黃國昌還講 這家公司是分析輿情的 什麼分析輿情 又不是他營業項目 分析什麼輿情 他就幫這個許小新這樣講 那現在連黃國昌都出來了 許小新也呼籲 像葉原知他們這一種 雖然葉原知說他不怕 可是許小新認為他們還是怕的 所以要學學 這個黃國昌堅持理念 繼續直播 你怎麼看 首先我是要跟巧新講 就是距離你越近的人 你應該越愛疼惜 我們通常對於就是關心你的人 都沒有放在眼裡 你看葉原知 為了許小新在節目護航多少次 他連現在都繼續護航耶 對不對 連四方電訊就是錯的還護航 對啊 所以為什麼要針對葉原知 我不清楚 尤其是那些藍營相關的名嘴 常常針對他 所以本人我是很疼惜葉原知啊 那基本上 畢竟當夫妻五分鐘嘛 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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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這塊地墊上 我很計較 我連多兩分鐘都不行 哈哈 那重點啦 重點就是說 葉原知跟這個許小新 因為許小新他一定 唱歌就是說大罷免時代 要罷一起來罷嘛 我覺得那是陷阱 叫囂而已啦 對啊 你藍鳥叫那麼大聲 那你確定有用 我覺得不一定有用 因為其實我認為他費洪泰的支持者 我還沒有看到目前有任何人出來是支持 就疼惜許小新 其實我覺得許小新他從四月開始 一直燒到現在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 住在他那邊附近的居民 有沒有人出來說啊 我們要疼惜許小新 許小新這麼年輕 啊你們民進黨都在欺負他 好像沒有任何一個民眾出來幫許小新說話 我覺得這個是他非常深的危機 那另外我要講啦 恐怕許小新他不久恐怕會開始收到一些傳票 因為他其實剛剛晃哥也說啊 他其實有蠻多官司產生的 那據我所知有相關的人已經開始 就檢察官就要他們補充一些佐證的資料 對那恐怕就是說已經開始要收集一些資料 那就表示許小新也開始要被叫去問了 所以他現在這個狀況就密歡的狀況 我不知道他可以多久 那我絕對認為他現在絕對是烏賊戰術 不然他幹嘛現在這個時候拿出這個 這個所謂王毅川的照片 因為王毅川的照片他不用現在就拿出來 對啊 他幹嘛欸我說真的他的臉書的版面是很珍貴 為什麼你要知道他打王毅川已經貼了兩篇了 他第一篇他現在這一篇是王毅川開車的事 轉紅燈 然後一個大肚子出現在銀行附近的這張照片 前一個又在攻擊王毅川 在前一個是什麼是他的聲明稿啊 所以他針對我如果我是許小新 我現在最重要是什麼 我最重要就是要告訴大家我是清廉的 那個杜秉承這三個案子我要拿出證明 告訴大家說完全跟我無關 對啊 這才是應該現在要做的重中之重嘛 結果他反過來去打王毅川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問題 那關於王毅川這件事情喔 王毅川當下馬上啊 今天一早他其實就發了臉書文 他直接講他直接講什麼 他直接說啊我絕對不會回去再講 那就剛換哥有講嘛 許小新上一次還特別拉下口罩說我們回去再講 沒有王毅川說我直接罰單直接會繳 只是他認為什麼咧 只是他認爲是說喔他心生恐懼 欸王毅川寫心生恐懼這什麼意思 他就去告他就會去告了 但是他去告的時候我跟你講 公權力就可以介入來了解說到底是誰跟拍的 那我覺得許小新玩這種遊戲他真的要注意 就是說我就像是我跟你講 他之前很喜歡嗆媒體 結果媒體一告他怕了啊 他今天還敢繼續罵人家周刊嗎 沒有啊沒有再罵了嘛 欸 所以他就安靜了嘛 那你看王毅川再告他 我們看他會不會再繼續嗆他嘛 對啊因為我認為就是說 做政治人物齁 除了說啊你這個人員怎樣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他的品格也很重要 我覺得許小新的品格齁出了一些問題 再來齁我對於王毅川這件事情 為什麼王毅川會心生恐懼 雖然他長得像男子漢這麼大一隻 我說真的我會怕餒 如果我那天晚上跟王毅川吃飯 然後不小心在門口被跟拍 我不小心跌了一跤他扶我完了 我這良家婦女的招牌就沒了嘛 他可能連扶都不扶直接讓你跌得到 那還比較不會有事 就他一扶我出事 對不對 那重點就是說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不可以 另外我覺得黃國昌齁 他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許小新說什麼他都會相信 對啊 就原因什麼 就像是黃國昌每次爆什麼料 欸國民黨有一些立委都會相信 欸其實我覺得這很奇怪 第一個 就以我而言啦 王羲之也就是說 王毅川說他是用膝蓋想的嘛 對不對 我在講齁 四方機房的業務裡面完全沒有 余情分析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許小新非常不專業啦 四方機房我從以前 你知道四方機房最有名的 其實是他的這個伺服器跟這個資料中心 的那一塊 他然後呢電信公司 今天國民黨一直要聚焦說 啊被監控等等 你可以去針對電信公司就好 為什麼 因為那個跟電信公司基地台有關嘛 對不對 那結果你把它搞到四方機房 又說四方機房是什麼新潮流 我跟你講 如果懂資訊的人真的聽不下去 另外 我再問你許小新 真的說齁 這個民進黨真的有拿到四方機房的 這種輿情資料嗎 本人我是我跟你說真的 我在政治我服務過的客戶 選過縣市首長的 然後加立委的 我服務大概有13個 是不分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 我幾乎都有 我就是做輿情的啦 我從來沒有用過四方機房嘛 那你今天許小新是憑什麼 這樣子去說這種話 對不對 我們用的運行系統就那幾套 然後呢 如果你說這個手機的資料庫 等等 用的也就那幾個電信公司 所以我真的覺得 許小新在專業度上是非常不足 那我黃國昌老師還跟著他 對啊 對啊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許小新齁 你真的要回歸到自己現在司法問題 纏身來去解決 而不是去搞東又搞西 然後惹的我跟你講 許小新齁 就好不要 本來是一隻藍鳥 變成球鳥 出球的鳥 然後變成球鳥 被關在裡面的鳥 對不對 剛才Grace說要那個許小新這個改變 面對他自己關上案 如果這樣的話 他就不叫許小新 許小新的性格是這樣嗎 他的是歸一回事 他在打王毅川又是另外一回事 當然打王毅川的東西是否屬實 那未來就是交給檢調去查 因為王毅川他已經他治案 他不是去北檢都被拍到了嗎 那就交給檢方去釐清這些事情嘛 那當然打王毅川裡面 當然是讓他被質疑度 跟他去打王毅川 整個有一點在兩邊平衡 你說他打王毅川逃得過他自己的案子嗎 我也覺得逃不過啦 我也覺得逃不過 那這種就是 我們說的流量政治下的典型嘛 他跟黃毅川不就是流量政治的典型嗎 還記得5月17號散會那一天 警方保護立委出去 不是有一張畫面就是黃毅川跟許小新 一起被保護出去的嗎 在院會直播 他們兩個沒有在一起直播嗎 都有嘛 我就說他們兩個人結盟 那就結盟嘛 那如果他認為黃毅川勇敢 那看國民黨的立委 有誰要隨著他說的話上車嘛 我相信應該沒有什麼人要學黃毅川吧 如果國民黨立委真的學了黃毅川會是什麼後果 什麼後果 先看一下嘛 部分區可以學啦 不會被罷免啦 區域的要學就盡量找一點學嘛 如果嫌罷免的浪潮不夠強烈 那可以學一下 那我也覺得我也沒什麼太大意見啦 因為要清楚一件事 民進黨自2022年到2024年 其實大量流失年輕選票 大量流失年輕選票 公民運動青鳥出來以後 有很多的年輕選票是 對黃毅川對國民黨不滿的 如果選黃毅川的話 那就把這些年輕選票投在同一罷免的 可能性有多高 自己想一想啊 我覺得自己去想一想啦 那當然我覺得一件事啊 傅崑基的說法 如果完全成立的話 烏克蘭可以投降了嘛 烏克蘭幹嘛要對抗 全球軍力排名第二名的俄羅斯 所以人民直接投降就好了 不用抵抗了 那烏克蘭抵抗了多久 烏克蘭抵抗了多久 然後全世界西方民主國家都在支持烏克蘭 那照復崑基的說法 然後西方國家直接叫烏克蘭投降就好了嘛 不是嗎 對 不是嗎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旦戰後一起 要直接叫我們投降就好了 不用抵抗了嘛 我覺得 我覺得一件事啊 中國對台灣是什麼心態 就是一直想要併吞的心態 就是一直要把台灣當作中國的一部分拿過去 不是嗎 然後我們都不用抵抗嗎 那這樣子 富崑基的那個 襯協人大 我不曉得有沒有缺 那就不要在這裡當立委了嘛 我覺得 很多事情 它不是這麼簡單的用軍事上面或是什麼來比嘛 那那軍事比烏克蘭根本就投降了 不用抗戰了嘛 不用打了嘛 那全世界如果用這種說法來算的話 那直接叫烏克蘭投降嘛 那直接叫台灣投降嘛 那直接叫哈馬斯投降 全部都投降就好了嘛 大國只要一出來 全部小國 那到最後全世界只剩下三個國家吧 中國 美國 俄羅斯 因為他們只要打誰你就要投降啊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去講這一些的論調 不是這樣的這個富崑基真的不可能會被罷掉嗎 我講一下 還有許曉鑫支持者真的那麼鐵嗎 我講一句話 真正最難罷的是誰 其實真正最難罷的是洪孟凱 哦 真正最難罷的其實是洪孟凱 其他相對的難度都沒有那麼高 我為什麼這麼說 洪孟凱的選舉人是38萬多 洪孟凱拿了15萬8千多 何博文拿了10萬多 如果以門檻來算要96909票 其他的門檻是真的高 四分之一哦 我是用四分之一算哦 他的門檻是真的高 你說何博文才拿10萬多 他拿他要罷免他要9萬多 嗯 這真的相對的門檻是真的高哦 然後你說花蓮 花蓮19萬3700多人 四分之一是48442票 富崑期是拿了6萬8千多了 張美惠是拿了5萬1千多了 張美惠拿票也有40.45哦 今天如果我們以四分之一來算 其實是有可能的哦 嗯 有可能的哦 不是不可能的哦 如果維持現行四分之一 許小新那個選舉也是一樣哦 也是一樣哦 嗯 四分之一哦 那我們就回過頭來講一下 葉原資那邊也一樣 回過頭來講一句話 罷免這個事情 你是要打冷戰還是要打熱戰 嗯 其實最終只回到一件事 你要打冷戰還是打熱戰 嗯 如果罷免吵起來 你打冷戰 四分之一不難哦 嗯 四分之一不難哦 許小新也不用太樂觀哦 四分之一不難哦 嗯 如果要打熱戰 那是另類選舉哦 就是這邊罷免的出來 我這邊要挺我的反罷免的出來 嗯 那就另類選舉嘛 嗯 另類選舉那大家都把錢準備好啊 哦 哦 錢準備好 罷免不長 但罷就算罷免不成 這些被罷免的人也要勞民傷財哦 包括你 都一樣 如果真的打熱戰 四分之一不難哦 嗯 如果維持現行條文的話 四分之一不難哦 你認為傅崑琦真的 穩如泰山嗎 嗯 所以我覺得 情勢真的有這麼的看好嗎 我覺得未必啊 許小新也一樣啊 各位 許小新在 之前 詐騙的時候 大家都在 都在討論他的時候 嗯 他不是悄悄的發立委的問證 問證那個宣傳單嗎 哦 你才當多久啊 啊 你才當多久 所以是會怕的啊 你認為說他一定不怕嗎 而且現在大姑夫妻 還沒放出來 快放出來了 你認為他不怕嗎 那放出來以後天啊 會不會才噩夢開始啊 很多我們為什麼會有一句話在形容 半夜吹口哨 嗯 壯改 真的不怕嗎 對 啊 我覺得 這些事情 大家講幾話來 就是很兇悍 真的不怕嗎 對 我不認為 大家都不怕 嗯 我不認為大家都不怕 真的 尤其是罷免浪潮一起來以後 嗯 嗯 罷免浪潮一起來以後 對 會拉高罷免的投票率哦 啊 會拉高哦 嗯 一旦拉高 每一個被罷免人都有危機感 不要現在講啊 你罷免我一個 我罷免你幾個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嗯 我覺得那個就是半夜吹口哨了 OK 在嗆聲用的 嗯 大家都心知肚明 嗯 一旦選舉 如果打冷戰 四分之一 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嗯 如果打熱戰 好 你把你的人吹出來 嗯 對不起 那就是另類的選舉 把資源交出來 嗯 就再花一次錢吧 OK 所以我覺得 不要說大家都不會怕 嗯 現在許小新去拉黃國昌 你們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怕什麼 學學黃國昌 齁 那這個 許小新這個動作 到底是會搞死誰 到底是會對誰最有利 對許小新 本人你拉的黃國昌 真的對你個人有利嗎 那你怎麼看喔 而且呢 這個其他國民黨立委 真的要學黃國昌 學了黃國昌 下場會怎樣 不過當然啦 那現在的這個罷免 我們看到大罷免 實在來臨之後幾個 這個縣市長躺著也中槍嘛 除了謝國良 現在連高宏安 躺著也中槍了嘛 要罷免是不是 高宏安也可以先來了吧 不用等到明年了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好那個許小新的部分 我們先做一個釐清啦 這個講說廢洪泰的人馬 到底會不會出來扯他後腿 這個因為我就在選區裡面 我認為選區裡面的人心 還沒有那麼快浮動 但是見為之助 我想在台北市混的人 應該都知道老費最擅長一點 就是幫民眾報稅 今年許小新成立服務處 大家都說許小新 要開始報稅了嗎 錯 我看到接起老費一波的 也是我們突發奇想 會來的好朋友 詹委員 是他去接起老費報稅的這個一波 奇怪你許小新到底負責哪一個部分 許小新告媒體已經來不及了 你如果不去做選民服的話 你能不能正確掌握基層脈動 那許小新他之後會不會累積起這麼高的在地的不滿程度 我覺得還是他會不會把他的罷免推高的一個關鍵 因為他就是愛秀嘛 愛秀的過程中 只要罷免方一支強調這個家為一支作秀 選區的事都沒有弄 不管是各式大小一般的社會那種 居民常會有的地區型的服務案件 或者是一些選區關切的大型議題 如果他都沒有打一天到晚都要打高空 我覺得不妙 也不是跟黃國昌學不學習的問題 他自己就會把自己搞得很不妙 那至於其他國民黨人要去學黃國昌 我想這個其他特別是選區的國民黨人 都知道一個道理 就是人活著還是要稍微顧一下面子 不是說你說俊俏都俊俏 黃國昌那個玩法只能再不分區了 離開不分區到了區域這是沒有辦法的 那黃國昌有一些落點 連他自己人都承認 黃國昌其實沒辦法進行選民服務 他跟一般的選民溝通沒辦法超過30秒 他覺得這個是凡不熟止 交給我的助理來處理 所以當他宣講是拿一支麥克風講 講完他就會飄然遠去了 他就不會在那邊 他覺得很煩啊 你這些叫我當然可能是支持我的人 可是你一定會有很多情緒想要表達 黃國昌自己就是一堆情緒 要傾注在別人身上 他哪有辦法吸收選民的情緒 他沒辦法當一個聆聽者 所以我認為黃國昌那一套 有在區域選過的人都知道 這一套是沒辦法不行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談 目前幾個比較大有在提到的 可能會產生作用力 從國會改革法案 國會擴權法案而來的作用力 會作用出來第一個基隆 那謝國良現在正在宣傳 這就是利用那個美食快遞 當然他們會講說這到底合不合法 可不可以啊 但重點是二階段連署到六月底 那目前聽說差一萬多分還怎麼樣 我不知道 就這個分數來說其實沒那麼容易 就是還是要某種程度上的衝刺 才有辦法辦到 但承諾我剛剛前面講的前提 你要有仇恨值啊 那謝國良是之前的一些原型 會讓基隆人覺得有點丟臉 或者是說你到底在幹嘛 所以人家會連署嘛 那你現在呢 要把在最後的這個十天半個月 去把這個連署的壓力避掉 那你就不要亂講話 你就不要有動作 你再不要搞什麼三百萬宣傳基隆 那個什麼都不要 人家罵你說好對我知道了不好意思 你們所有意見我都會聽到 人家要騎這個去宣傳罰免很棒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城市盡量繁榮 大家也可以多訂餐 讓大家這個吃好一點 我們激動很多美食 想辦法講好話 這個事情就會避掉 可是謝國良的個性就是 有時候人家一直戳他 戳一戳戳他就跳起來 那如果跳起來跳得太高 產生什麼反作用力 我認為對於他後世來講 可能真的會有點壓力 但不管二階段能不能過 二階段過了之後 他還是要面臨投標問題 到底也都是一樣低調就好 好然而呢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新竹又再次越上反面 7月24號高鴻安要宣判 當然市議會正好也在質詢期 大家就去問 那昨天爆出來的就是 你當初找那個大聯盟的 那個產物專家來 說挖土回去有沒有驗 那當時說在台灣驗 還要送過去美國驗 最後呢民進黨的議員質疑 這個是不是一直都放在那邊都沒有驗 當然啦 新竹市政府說有啦 反正反正土是已經有驗了啦 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說 這一個棒球場 這個是我涉及案件 為什麼 因為之前來的舊市府的時候 林日堅市府的時候 我就去那邊直播過 然後後來高鴻安市府的時候 我也有去 原則上都是一樣爛 高鴻安那個草還長得更長 重點就是疏於管理 這是一個事實 前市府有問題 你現在市府有解決吧 也沒有 這就是新竹市最大一個痛點 我們現在有 時代力量在那邊有一個議員 專門就是天天都在盯這一點 就是包括棒球場裡面的土啦 各式各樣的那種管理啦 到底什麼時候要維修啦 真的是在行政流程上爛透了 這樣子所展現出來的 其實就是高鴻安 特別在公務方面 他真的很薄弱 然而他畢竟是 做媒體宣傳起來的 所以啊很快的 我們就會看到 新竹市府發了一份新聞稿 講一個媒體的民調 一般市府發新聞稿 通常是員考會做一個民調 我們自己做我們自己民調 我們滿意度很高 好這份民調 由ET Today民調雲去做出來 然後在ET Today民調雲上面 本身看不到這份民調 那這一個我們就說 他到底委託人是誰 那他的題目設計呢 哇他說高鴻安市長支持度 或六成肯定 這邊有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什麼大陸交通安全 同學部到進程專案 校園建設環保ESG 哇滿意度近八成奇怪 你問的問題滿意度都八成 最後市長支持度六成 邏輯到底長在哪裡 好這個題目是不是刻意設計 那他的這個六成出處到底為何 但是後續的罷免呢 我認為這個操作會追起來 為什麼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人 叫黃公國昌 他最近因為尿尿事件 可能新北會絕望 怎麼辦 哪有還有什麼地方是又香又甜可以去 不就是這裡 他會不會跑去這裡 我必須要說 以前他的人馬還在時代力量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木桿傳委 偷偷來問我說 你覺得國昌選新竹怎麼樣 我說支持他可以啊 我講得很大聲 他媽咻不要講 不要讓人家聽到 好像搞得多偉大 你去參選然後天下就此底定了嘛 所以高宏安與其做這些宣傳 不如想一想 你有沒有一個盲刺在背 去問一問柯文哲 現在柯文哲覺得他背後癢癢的 到底是被誰用什麼東西堵住了呢 大家好好想一想 不過將軍徐小新的回應很好笑 這個檢調趕快查查清楚 但是我跟你們講 詐騙犯的話是不可以相信的 那你還叫檢調去查 這不是很好笑嗎 然後昨天人突然都不見了 那今天出來的時候 我以為他要講清楚了 結果呢去扯這個 民進黨政政會執行長王毅川 說什麼你監控人民 好啦像徐偉講的一碼歸一碼 那你自己的事情你有講清楚嗎 而且呢這個我覺得有一點很詭異 就是如果徐小新跟 杜秉承所涉及的這個詐騙案 是沒有關係的 杜秉承幹嘛一直去咬徐小新 只是因為徐小新講了這麼一句 詐騙案要重言辦理而已嗎 那他只是借他婆婆錢 為什麼他要一直提到徐小新 我覺得這點實在是有點詭異 而且他還講啊 徐小新講這100萬是什麼 有意撇清切割 那他已經講這100萬 你說借婆婆利息 這個你在切割喔 這什麼意思 徐小新跟這個案子沒有關係嗎 那杜秉承幹嘛一直提到他呀 這當然齁 我們以前看過很多的案件 就是如果這個是重刑犯 在監獄裡面被被判刑了 他想要延後一點執行 所以怎麼辦呢 一直爆料出來 對那最常見到就是死刑犯 他為了要延長他要續命嘛 對所以他就那個案子也是我做 那個案子也是我做 那個也是我做 那就開始調查他可以續命 然後利用時間再爭取一些看有沒有 再轉機 可杜秉承不是啊 他又不是死刑犯 對 他只是洗錢而已嘛 洗錢最不致死吧 而且時間快到了嘛對不對 對對 不能壓多久 洗錢沒有到那麼嚴重 什麼死刑沒有啦 那他為什麼會在這個 擠壓庭 他擠壓庭一直想不要被擠壓嘛 所以他一定提出一些對自己有利 就是說我知道都已經跟你講了 你也不要再擠壓我了 那要要查 要就走法律程序 就上法院嘛 可是他卻在擠壓庭 希望自己被還壓狀況之下 他又自己爆了一個心料 對 你爆了一個心料 那就不會把你放掉了 因為又有心事證啊 那對他來講百害無遺利啊 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唯一可能就是你知道氣不過 氣不過 氣不過 就是他其實在這個看守所的時候 他有看到很多資訊 這資訊是怎麼來的 或許是放風的時候 看電視新聞吧 也許吧 對不對 或許是聽人家講的 我也不知道 他就不爽嘛 你這個人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我再怎麼樣 我也是你的親戚好不好 需要做這麼絕情嗎 對 所以說好啊 要這樣子對不對 就算我被繼續壓在看守所裡面 我也把我知道丟出來 而且他有講 好好詐騙啊 洗錢啊 我都認啊 他還是咬許小心喔 我都認 反正我大概也跑不掉了 我就認了 感覺同歸於盡 我咬更多東西出來 那你說像杜秉承這樣的 洗錢的嫌疑犯 他丟出來的事情一定是對的嗎 但是你認為一定是錯的嗎 所以法官的想法就是 檢察官想好啊 你丟出來就辦啊 你丟出來就辦啊 越多越好啊 所以你說丟出三個案子 有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我個人研判 我個人自己研判啊 森文案的機率不高 森文就是這個 潛艦森文案的機率不高 因為潛艦森文 為什麼要有森文 這是我問了一個 一個對於潛艇 蠻有研究的人跟我說的 他說因為海軍的潛艦 在下面是用聲納 在聲納 對 那你自己的後面的車頁會有聲音嗎 你自己聲納車到自己 不是擾亂自己嗎 所以他要把你的聲納輸入自己的聲納資料 讓你的聲納不會被自己的影響到 不然的話你後面一直弄 你的聲納出去就一直測到自己 他就把你的聲納給過濾掉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聽到別的潛艦 或是別的包含了武器的聲音 所以這聲納是目的在這裡 那誰要 每一艘船就一個聲納 你再造一艘聲納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聲納別的軍火商他不會要 他要幹什麼 有誰會要 敵人 只有敵人會要 只有解放軍他會要 因為他可以預知偵測到 不用經過分析 這就是台灣的海關號 所以為什麼杜秉承報這個出來 他知道這個很嚴重 但是我想這個是假的 我覺得 我認為啦 這一樣應該是假的 因為 許小新行文到海軍司令部 海軍司令部說回 沒有嘛 就是沒有 當然沒有 根本還沒交船怎麼會有 這艘船還沒有交給海軍司令部 根本還沒有交接 你怎麼會有他的資料 所以這是海軍司令部回的坦蕩蕩 你就算你跟我要我也沒有 因為船都還沒交嘛 船還在海撤 還在海撤 海軍司令部怎麼會有資料 當然沒有 你要這公文幹嘛 這公文就是 對啊 這公文就是 想當然而 海軍司令部想給你 他當然不會給你 他想給你我也沒有啊 我也沒有啊 對不對 今天就沒有賣饅頭 你跟我要饅頭我就沒有啊 對 所以海軍司令部很明白跟你講 沒有 他說你看護身符 你看海軍司令部 他當然沒有 根本還沒交船嘛 護身符 所以我說這個 這個聲文資料 會不會真的有 這杜秉承 我覺得這個我是打上問號 可是他必須拿出證據 對對對 這個我要打上問號 但是有關於收受回饅 跟內線交易 這個就比較可怕 因為什麼叫回饅 你投資一百萬回饅 10%算不算回饅 喔 對不對 所以杜秉承講嘛 你講那一百萬 什麼幫婆婆處理利息 你被撇清 對 你投資一百萬 我回饅你10% 這只有誰知道 只有杜秉承知道 所以他講的是回饅 不是回扣喔 回饅 就是你投資我嘛 10%我回饅你 這個事情沒有人會知道 只有杜秉承知道 你查金流也查不出來 這個絕對是用非常陰暗 隱密的方式交付給他 那但是杜秉承絕對都有紀錄 我是洗錢的首腦啊 我每一筆要跟我的 要跟我的上級交代清楚啊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回扣誰知道 這個回饅誰知道 只有杜秉承知道 10%的回饅 這杜秉承說過的 10%的回饅 那這個事情對許曉鑫來講 許曉鑫他說 萬一他有紀錄咧 萬一他有資料 他會擔心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回饅 是杜秉承手上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反擊因素 那那個內線交易 那這個就 許曉鑫說我沒有玩股票 股票是用投資的不是用玩的啦 那杜秉承你沒有玩 杜秉承有沒有幫你玩 有沒有幫你做炒作 這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前面的潛艦聲文案 是拋出來一個比較嚴重的議題 讓大家擔心 真正殺傷力重的是回饋跟內線交易 而這些事情都跟金流有關 都跟洗錢有關 洗錢首腦絕對留一手 一來保命 二來要威脅他的這些客戶 所以我覺得杜秉承就是 好我承認 倒是告訴你 我手上有更多 每一筆記錄 這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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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杜秉承知道 你沒有辦法去反駁他 因為他是首腦 所以我講 洗錢嫌疑犯的話不能聽 可是洗錢嫌疑犯咬上你 你會很痛 因為甩不掉 所以我才說許曉鑫比較擔心的 應該是這點 不過看許曉鑫今天心情甚好啊 哎呀他說我今天心情超級好的 心情甚好 我要暴王一串的大料 是這個回光返照呢 還是物極必反 這當然不知道 或許他真的心情超級好 那也希望他繼續好下去 好 許曉鑫當然不能夠很成功的 就轉移焦點了 對不對 因為現在focus在很多的案子上 對不對 現在許曉鑫陷入七大案的風暴裡面 七大案我就不明講了 反正就是很多案子就對了 什麼泄密等等的 對 那我們在評論這個政治現實跟 政治現況的時候 我們節目也要欲教娛樂 現在很多成語都開始出現了 第一個成語開始介紹 那個叫做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為什麼 這個成就是杜秉城 杜秉城 為什麼 因為現在許曉鑫心裡面一定想說 我一定要把杜秉城給殺了 對額後快 對 因為在杜秉城沒胎沒錢 包括你閻鑫庭 都要咬我一口 對不對 因為在閻鑫庭講什麼 他說許曉鑫涉嫌什麼 淺見聲聞 收回饋 回饋 這是重點 還有內建教育三宏不法 對不對 所以許曉鑫要告他 對嘛 你一直把他告這個 心想事成 對 宇北辰將軍就講說 你看 他為什麼要講回饋 也不是講回扣 對不對 這個回饋是什麼東西 有可能 講好幫你發聲 或幫你做了什麼事情之後 你要給我一個好坑的啊 不然這麼滾來幫你講 講這個還要做什麼 對不對 而且他為什麼 你看 所有的錢裡面 不能夠有一些金流留下來 所以他一定要用現金嘛 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回饋很簡單啊 我都留現金給你啊 我不能夠什麼什麼什麼 到時候什麼政治獻金什麼東西 那都不行 那個是會留下金流的那個 那個證據嘛對不對 所以他講說 這個回饋 注意杜秉晨講的 他在監獄裡面 被收押 他搞不好收押沒事情做 整天都在想這個 所以他用字相當精準 他不是講收回扣 是收回饋 對啊 所以你看 那偉航 周偉航就講說你看 周端爆料怎麼看起來 都像是檢方在放話 那另外他就講說 你看 這個杜秉晨現在是延壓嘛 對不對 延壓兩個月嘛 那你總不能無限期一直壓下去吧 對 如果再壓下去 就表示你檢察官真的太混了 這個案子查那麼久 把人家壓那麼久了 你竟然沒有突破進展 所以他到時候一定會放出來啊 放出來怎麼辦 他說那個時候才是 許巧欣的噩夢開始 那個時候放出來更接近 可以罷免的時候 對 而且他放出來之後 不知道杜秉晨要搖什麼東西出來 現在大家沒沒想 杜秉晨放這個話 只是告訴你說我先起一個開端 他說他手上會有證據啊 那證據 到底誰知道 不知道 就杜秉晨最清楚嘛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 許巧欣惡夢 是不是張說這真正開始 好 那現在許巧欣因為 你看他放了很多的事情 而且他到處引戰 所以你看 很多人就開始查他很多資料嘛 而且杜秉晨講說他還有什麼 內線交易 內線交易人家直接就股票買賣啊 對不對 你是不是幫人家那個什麼公司啊 對不對 做什麼知道的什麼內幕啊 幫人家買什麼上車啊 對不對 炒作股票 趁機賺一筆就走掉了對不對 所以 可是許巧欣的回應是什麼 他說我真正當當做人 我根本就沒有玩股票 沒有玩股票 問題是你看你的財產申報 你看馬上就有人喔 把它找出來 沒有買股票 為什麼這裡面有一個什麼利的股票 你明明就有買股票啊 怎麼會沒買股票 所以啊 為什麼他的信任度這麼低 你說沒有玩股票 人家財產申報都抓出來 你就買過啊 對啊 所以我就講說 雖然這個買的股 這個股數 我看起來是不怎麼樣啦 可是你還是有買啊 現在大家就說 不管你買一張兩張 你就是有買股票 所以許巧欣有時候講話 就是太快太衝你知道嗎 那你一講之後 就打你臉嘛 真的 你每次都是用這種方式去引戰 所以很多人 說實在 很多對許巧欣的觀感說 我很喜歡你這個人 有沒有 他搞不好很喜歡 因為只有你勇敢敢揭壁 敢衝撞 對不對 那問題是討厭他的人 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說話都說這麼麻 真的永遠雙標 對而且你為什麼都要學黃國昌 都會嗆聲的對不對 難道你不能好好講嗎 所以我們今天 第二個成語教學又來了 又來了 現在要罷免他就乾脆就用 釜底抽薪 對不對 我乾脆把你給弄掉 一次把你剷除掉對不對 所以罷免現在也開始在上路中了 罷免不知道 成不成不知道 對不對 可是至少已經有人開始在動員 做這件事情了 好 那你知道嗎 欸 許巧欣呢 他我就講說他的個性真的很害 當事都要用錢 他都真的不能夠好好的用一個 理性問證或者理性回復的方式來對待對不對 對 那我是覺得我們這個標題做得不好 什麼涅槃重生有沒有 這個涅槃兩個字 真的是侮辱了涅槃 涅槃是怎樣 是我今天解脫自在 是一個有高升到航的人走了對不對 他已經跳脫輪迴 那叫做涅槃 這個許巧欣這個不叫涅槃重生 乾脆就是過過往中生 對不對 用涅槃真的是太扯了 說真的 因為許巧欣他不叫涅槃 因為涅槃會跳脫輪迴 他只是跳入另一個輪迴裡面 你看 所以你看他開始用以告指幫 甚至到處亂咬對不對 好啦那你今天講 之前他控說 王玉成在節目裡面控告 不是說什麼 政府執政黨有沒有 他是用什麼電信資料有沒有 操控人民啊 看人民的個資 那這個案子 你為什麼不好好繼續追下去 因為你已經都已經看出來 是一個四方電信涉案了嘛 對不對 那四方電信到底是中華電信給的資料 還是你去中華電信 偷資料出來給執政黨 這個我們很想知道接下來的發展 對不對 那可是他不是啊 他沒有好好講啊 他只說是跟新潮流有關對不對 那新潮流說真的 到底新潮流什麼 不是只有吳彥宏傑人嘛 你要告訴我們說還有哪些人嘛 對不對 那可是他現在又開始爆料你看 一件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今天沒台沒錢 去弄洪川這件 洪川你說是闖 紅燈啊或幹什麼違規左轉啊 那人家就看說欸奇怪 你這個他說是民眾檢舉喔 齊曉勳今天講說 欸 這個就是接獲民眾檢舉嘛 對啦 從那個影片看出來 那個車子在路上走的時候 確實是行車紀錄器拍的 像行車紀錄器 因為那個角度的關係 問題是你還有拍到王毅春上車跟下車啊 不是你怎麼知道那是王毅川的車 一般人也不會知道啊 不是啊你從他上車下車 再一路跟著他跑的話 這個怎麼會是民眾 光民眾檢舉 所以王毅川就講說 我現在先生恐懼啊 對不對 你是不是有派的人在後面給我抵 我是向監控啊 對整天 王毅川還講說 我不是只有這一次喔 他是好幾次 他去年被檢舉闖紅燈的時候 也是一樣喔 那時候就有人跟蹤他了嘛 對不對 而且他那天回到清埔家的時候 他就發現有人跟監他 不過我真的我這個插話 插出去一下 我也勸一下王毅川 開車不要這麼兇 對不對 前年才被檢舉一次而已 對 他現在講說 拔當我一萬多塊繳了 問題是我現在信聲畏懼 有人跟蹤我嘛 跟蹤我嘛 跟拍我嘛對不對 徐巧昇馬上就回應了 他腳掌也很快 他說6月11號那天 就是他違規那天有沒有 我在家裡跟我的幕僚開會 而且還有點外送 對不對 我有不在場證明 問題是 人不說是你 許巧昇去抵 人是說你派的人去抵 又不是講你許巧昇 所以這個解釋 不合格 人家沒有指指你 許巧昇去跟拍這樣 好啦 那接下來你看 剛才講到四方電信這件事情 黃國昌現在也跳下去了 也跳下去了 幫助許巧昇 我發現許巧昇跟黃國昌 現在是另類結盟了 對不對 現在許巧昇報一個料 黃國昌馬上 跟上 對而且他就在隔空幫你站聲 對不對 如果站聲完之後 許巧昇再繼續說 你看黃國昌多麼的勇敢 一個人敢對抗民進黨這麼多人 對不對 這個是隔空互相拉抬 互相拉抬 對 對 我就跟你說這是不是另類的結盟 對不對 可是呢我們還是這個 請教他這個年晃 當然 這個許巧昇要轉移焦點 現在是鎖定了這個王毅川 但是呢大家在講說 你說像這個王毅川 之前每個禮拜都來上突發奇想 我們也不知道他開什麼車啊 除非專門去接待他的人 那一般的老百姓怎麼會知道 這個是他的車 而且還一路跟 然後還知道他會違規還這樣拍 應該不是只有一天這樣子跟而已 我們可以這樣合理懷疑嗎 那所以那現在到底是誰監控誰 很難講 你除了怎麼看這個事情之外 他這樣就能轉移焦點嗎 而且昨天其實這個 于北辰將軍在突發奇想 他提到一個重點 為什麼杜秉承要提到 收取回饋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講收取回扣 那于北辰將軍說呢 這個 因為杜秉承先講 徐曉星說一百萬幫婆婆處理利息 這叫撇清嘛 隔空篡證嘛 而且什麼叫回饋 你投資一百萬會 算回饋10% 算不算回饋 那為什麼杜秉承說他手上有證據 你說這個潛艦聲文未必有 但如果是投資一百萬 我回饋你10% 他手上可能沒證據嗎 所以這是不是這個周韋航講的 等到將來大姑夫妻被放出來之後 那才是徐曉星惡夢的開始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這樣一個狀況 連徐曉星講說我沒有玩股票 都可以被抓包 到底哪一句話是真的啊 所以我那天就講嘛 杜秉承爆料的那三件事有沒有證據 我們現在不知道 但關鍵是在於徐曉星那一百萬 對 那一百萬到底是什麼錢嗎 現在看起來越來離真相 可能會越來越近 那就等杜秉承看 或者是說檢察官查金流 其實一點都不難 因為我一直在警告徐曉星 如果那一百萬叫做投資 對 投資才會有回饋 或是稱為獲利 對 如果那一百萬是投資的話 你是有罪的 因為那一家是洗錢的公司 對 那今天呢 這個郭喜在友台有講 他說是他有去問他們那個 因為郭喜的行業都軍火商 他有去問他軍火商的同業 他有去問他軍火商 我重點就講到這裡 繼續不說下去了 因為我怕徐曉星要去檢舉 你們又要寫報告 不會啊 那個郭喜又被多告一條 對沒有關係 郭喜反正再多不找 但是我相信 因為他也是懷疑那一百萬 到底拿來的嗎 對他也在懷疑 所以現在各種懷疑都有 但是針對各種懷疑 徐曉星如果你拿出 跟兼別人的本事的話 其實這些疑點早就講清楚了 但是你就是因為講不清楚 連你自己有沒有 應該不會有人忘記 自己有沒有買過股票吧 而且那不是30年前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像我自己 我有什麼時候有買過股票 我大概依稀都還記得 因為我們不是每天在殺進殺出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徐曉星他面對問題的 第一個方法就是先躲 躲不了之後呢 就轉移交點 所以他為什麼扯王毅川這個事情 要轉移交點 我百分之百支持王毅川提告 而且要告到底 告的目的不是要能讓徐曉星有最最好 但是呢最重要是告的目的可以查出 誰拍王毅川 因為你知道掉沿途的監視錄影器 你就知道哪一台車的車號是什麼 以車追人就可以 因為我覺得這邊是很恐怖 而且我覺得徐曉星這個人內心邪惡黑暗 真的讓我不寒而栗 他習慣性的偷拍喔 梁文傑被他拍過 許淑華被他拍過 陳時中被他拍過 王毅川被他拍過 許曉星你今天那個 什麼不在場證明太low了 你以為我們沒看過香港古厚仔電影 大哥要去處理人的時候 我明天去台灣 我不在香港喔 對啊 要你一個堂堂大立委 在那邊偷拍喔 不需要吧 花錢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不需要本人出面 為什麼我說這個是很可怕 今天我一早看到新聞時候 一台白色BMW 因為我知道王毅川開什麼車 但是不是我看到的這一 不是這一台 因為我們平常看到他開的車是黑色的 可能他有兩台車 我不知道可是以我們跟王毅川熟悉的程度 我都沒有看過要開這台白色的車 有可能 有可能 對那好兩台車 問題是關鍵在這裡 今天假設我要偷拍尚藝夫 我只知道他住板橋 那我去板橋哪裡找他 對啊 你看那第一張照片是早上九點多 在台灣銀行喔 早上九點多狗仔叫舊定位偷拍表 有可能他前一天晚上 根本就在王毅川附近 就已經在等了 要不然你不可能 第一個 你要確認他的住所 第二個你要從桃園清浦 一路跟到台北 好 所以我懷疑 這個跟拍絕對不止一天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 他在電視台 王毅川下通告之後 他就一路跟 因為上電視不是秘密 因為有時候是Live的節目 你只要電視轉一下 他現在在哪一台 我去附近等他 然後一路跟跟到他回家 確定他家住的大約地點之後 然後在那邊守住帶土 然後才會一路跟得到人 要不然你怎麼知道王毅川住哪裡 你根本早不知道他住哪裡 你就無從跟起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怕 就是說王毅川他不是什麼通緝要犯 他也沒有公職 他就是一個黨職 你憑什麼用這種方式去跟蹤他